好 好 那個 徐老師 我來說一下 殺人的心理特性 你們殺青蛙 就已經覺得有罪惡感 對 那其實殺人的特質 他們不太一樣 他們第一個 就是心理是很扭曲的 如果不扭曲 怎麼可以殺人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會有很多 覺得自己認定說 我想 譬如說 他想要從他妹妹身上 得到一大筆錢 那我要怎麼可以 得到一大筆錢 當他想到 他可以透過一個 去幫他保險 那他就一定要去執行 這個任務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閃過的念頭 他一定要把他執行 就是殺人者的一個獨特的心理特質 就是認知是非常扭曲的 那另外一個 他們的確有攻擊性 攻擊性是強的 那加上他的工作是廚師 廚師他可能常常就是會 對 會殺生 所以他們對於殺或是解剖 或是剁東西 對他們來說 他們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害怕 所以他可能常常也是處理 跟生命有關的 所以有些時候 如果說他處理的是一種 大型的動物的時候 那也是非常血淋淋的 所以他對於那種血淋淋的畫面 可能他比較不害怕 那當然殺人者的特質 一定是以自我為中心 他不太會去替別人 著想的 這樣的 而且他都歸咎給別人 都覺得是別人不對 所以他在殺人之前 他可能會想 他這個妹妹有多少 做不好的事情 這個妹妹帶給這個家人 多大的羞辱感 然後這個妹妹有多不好 所以他會合理化 自己殺人的動機那樣子 所以我覺得殺人的人 最重要還是認知扭曲 像有些人殺麻雀 殺那麼多 他以後會不會被麻雀報復 有幾道三道 沒辦法的 那早上刷牆 基本上這也是合理化自己的食慧 合理化碎是換成啊 麻雀 如果你們這樣想的話 我們也會覺得 虐待動物的 我們的醋子開始要收成 稻稅都會往下垂 我們就架兩隻竹竿 那竹竿這邊炒一隻 一邊炒一隻 就要甩膀了 一邊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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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三百隻 吉利狡辯 對啊 你這樣我們還是會覺得很害怕 吉利狡辯 整個就像鄉下小時候你看到水蛇 大家都拿石頭去砸那個蛇 那個蛇其實也沒有毒啊 可是在鄉下 他那個蛇有時候會吃你的家裡的雞蛋 他吃你家裡的鴨蛋啊 就是我們鄉下沒有 講實在鄉下那個當時沒有人覺得你殺麻雀是壞事啊 可是現在麻雀也沒有也沒有受保護 現在臺灣最大的是外來種 那種外來種的那個叫做白尾巴哥 那個白尾巴哥我看那國所講都一開去 哇 滾到青蛇耶 那個真的我們臺灣原生種真的反而都沒有 我告訴你 因為我之前也遇過很多麻雀嘛 麻雀都你吃什麼你知道 都吃蝦子面前的糖 我告訴你後世人會變糖 哈利路 你不要忘了這集是來懺悔的喔 你要不要懺悔的 因為這集是懺悔的 剛剛洪玉哥都有跟七蛙懺悔的 以前我們那邊都是田嘛 這種田旁邊一邊是萌阿波 一邊就是田啊 剛剛那個麻雀我們要收成的時候 都請那個阿彌國來刮刮刀 不能說麻雀是害蟲 兩位剛才會打幾個 不會都帶啦 但是會帶一部分 那個毛澤東要超英感美 所以當時他們就是說 為了不讓有麻雀去吃稻子 所以就鼓勵大家抓麻雀 對 結果大家就把那個地方 就把那個稻子的收成 今年增加兩倍 明年增加三倍 其實那都吃了 那麻雀呢被殺光了以後 害蟲多了 整個都是饑荒 為什麼 因為整個都是蝗蟲 對啊 蝗蟲 但是... 破壞生態了 對 換句話說我們真的是 生態是有一個一環一環的 有啦 食物鏈 你看紅鋼 他們以前的航班有沒有 那是薄老鳥 薄老 薄老鳥 那不是麻雀 要再抓麻雀就被騙人說 那是麻雀 那是薄老鳥 沒有啦 薄老比麻雀更大隻 更大隻 你吃過你要跟我說啊 不是 我沒吃過 但是我真的沒吃過 你們最怕都在 剛才有人做警察 警察那個對 我就是 就是鳥嘛 就是鴿子嘛 鄉下其實真的要吃東西很少啦 都要吃虎蟲就去吃啦 我們也沒錢去買啊 最好是自己想辦法去河裡抓魚 不然就是往南部的 屏東那邊 路邊都是薄老鳥 薄老鳥